後面中街道上一片烏漆馬黑 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可是我一整路都是黑 路正都沒有 在睡覺睡到一半的時候也沒有 然後就整身突然冒汗 然後奇怪我不是看冷氣 然後好像跳電了 而就連附近街道的超商內 也都完全停電 就東西要趕快先冰起來 撤進去這樣 因為裡面還有餘汙 我們先把它冰起來這樣子 保持它的溫度 我們到早上的時候 店長來再做處理 看是要包配還怎麼樣 台電人員全副武裝坐上吊車 緩緩上升到靠近電線的位置 只能靠著頭燈的光進行維修作業 台中永春東七路 與南屯路二段路口 在7月4號凌晨1點左右 發生停電 它停電它才花電機 才起作用 很大聲 雨也快爆炸了 結果是那個的關係 夏天跳電吧 附近民眾表示 當時大約在凌晨1點多 先是聽到路口有巨大的爆炸聲響 接著看到電線趕發出火光 過沒多久附近區域的住家接連停電 不少住戶受到影響 紛紛拿著手電筒和扇子到戶外透氣 台電接獲通報後 趕緊派員前往現場進行維修作業 過了兩個小時到凌晨3點半恢復供電 而根據台電表示 是因為有老鼠爬上電線 才導致高壓跳線 東山新聞網 佛安台中報導